主要是文字与资料函数 那里面的话当然慢慢就延伸到有关VBA的部分 那VBA的部分的话不是只有录制聚集 我们在上个礼拜的部分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讲VBA 所以特别注意VBA要怎么去撰写 当然第一个一定要建立一个模组 那当然在建立模组之前 一样就是比如上个礼拜我们的那个范例档案 那这边的话 这个瓜五字赚函数 那特别注意存档的时候 151记得存档的时候 一定要存成启用聚集的活业簿 那它这个地方最大的差别 就是你将来看 它会把原来的 原来档案的副档名是XLSSXS 那它会帮你把副档名改成XLSSXS 那因为我们这个现象的环境 然后它设定它没有把那个副档名叫出来 所以你将来如果要看副档名的话 你可以从上方有个检视 检视部分有个副档名 你可以把它打勾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这边就有副档名 这个是原来的档案 这个是我们另存的 启用聚集的活业簿 那特别注意 如果说你将来 假如说你的档案原来是这个 但是里面你写了一些VBA或录制聚集的话 记得一定要存成启用聚集的活业簿 如果没有存对的格式的话 它就会把你的写的程式全部都删掉 也就是你这些写的就全部消失了 那有没有办法找回来呢 完全没有办法 等于你白做了 所以特别注意 一定要存对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启动它的时候 因为它里面有程式 那它预设是安全性警告 预设是会把它停用 所以如果你要让它启动 你现在按它一定不OK 一定要把启用内容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如果你要执行对于里面的程式的话 一定要启用内容 否则没办法执行 那一点可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那把它启用内容 OK 那所以呢 我们上个礼拜最后做完三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是按下去 它里面的话就是什么 把原来你输入的公式 直接怎么样 直接就放到 这个储存格里面 有没有 然后呢 因为我们每一个 就是都要放这个公式 所以呢 每个都要放的话 那我们就跑个回圈 特别重要 如果以后你有个范围 那我们叫forI等于2到10 那它其实有点类似一个公式 你就反正固定了 forI等于1到10 然后呢 哪一个存存格 这个存存格是什么 B栏哪一列呢 那因为这个列部分呢 会有个I嘛 那Sales的I列的B栏 那就把这个公式呢 把它放到那个等号里面 那我讲过了 两个规则 如果你要输入公式的话 E如果看到里面有双引号的话 你就把它变两个 那你用取代的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那个列 A2 A2 这边很多A2 那你就把它改成I 改的方式 我会讲一个口诀嘛 你可以把那个口诀背下来嘛 有没有 就是双号两个 一到中间 endend 一到中间 加个I 然后把那个end前后加空白 这样好像其实也不难记 那这样做完之后的话呢 这个程式就写完了 那再来就清楚 有没有 至于这个程式 假如说你回去 欠意识一定要从头自己做过 OK 因为学这个东西 除了你今天要会 之外还要熟练 因为有很多人 常常问说 老师为什么我常常想用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始用 那表示应该你不太熟练 因为我有固定SOP 第一个一定 一什么 开启你的那个VBA的环境 这个一定要开启 二的话呢 你就从这边 怎么样 一定要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再打一个SOP SOP名称的话呢 就是打上什么 你将来按钮的名称不就好了 就这个名称 然后按一个Enter 它就帮你产生 然后字把它变大的话 工具选项 担写风格 OK 接下来就把程式写在底下 就完成 写的步骤 其实就是这样 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些 4I 等于2到10 Enter两下NAS 那个除存格里面放什么 放后面这一串 然后把原来的2 这些2 改成 就是这个东西 OK 如果你熟练的话 以后 你要快速的 把你以前做的公式 变VBA 其实 应该就不是难事 OK 所以 尽可能的 如果 工作上有用到 你就把它套用上去 因为其实说真的 你要真的能够拿它来用 还是需要多练习 不然的话 我说童年其实是会 但问题 常常在想说 怎么办 我第一步骤 第二步骤 干脆你就写一个SOP算 1234 那以后看到什么 你就1234照着做就好了 其实我好像也有类似一个SOP OK 你就把它按照步骤做 那清楚的话 其实基本上就是 把资料丢个空的给他 就清楚了 我来这边执行 里面的话 意思就是说 把这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 没有字 放进去 那意思就是清楚 那最后的话 就是怎么样 如果我不要输出公式 这个是丢公式 上面会显示公式 可是如果我今天 不要丢公式的话 那我就什么 丢这个结果 把它清除掉 那丢结果的话 其实 你就必须怎么样 把原来 在那个什么 Essal里面用的公式 可能要做转变 Find的话 要把它转成这个 叫In3 这个函数 主要是Essal里面的函数 跟VBA的函数 两边是不相同的 所以你可能就是 如果你用VBA来做的话 那你就要想说 到底 如果寻找 Essal里面的寻找函数 怎么把它变VBA的寻找函数 那当然 如果以后 你实在不太清楚的话 我之前想要跟各位讲 你可以按F1 或者是VBA点 VBA点 你再来 在这个函数上 按F1 其实它也会 跳出 那个官方版的说明 这个函数怎么用 但是它里面写的 因为是翻译的关系 可能翻得没有很好 那你大概就列个看 它里面有相关说明 那如果说你要看VBA里面 所有的函数的话 其实它就帮你列在这个 这个地方 有没有 函数嘛 如果说你可以 把它点下去 基本上呢 这边就有 VBA里面所有相关的说明 有没有 函数这里 那你可以什么 盖棺 有没有 其实它就有点像一个电子书 那每一个每一个 慢慢把它点进去 大概花一点时间 整理一下 其实你会越来越进入到VBA的所有 每一个要用的东西 大家就知道了 其他的话 就是把钱瓜的位置记起来 放哪里呢 当然我们一定要给它一个变数 所以特别是它如果取得钱瓜的位置 有点像这样 假设我今天如果是以B3这个储存格为例 A3这个储存格为例的话 那我如果今天 有没有 是去 假如I等于3的话 那找钱瓜5 特别重要 它这个得到的结果就是3 有没有 1 2 3 找到了 所以A呢 里面就放什么 就用放3了 有没有 就把后面的结果存在A里面的意思 OK 那A就等于3 OK 那这个再来是后瓜5 以这个来看的话 这个应该是9好了 OK 所以B里面就等于 B等于9 OK 那底下我多写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就是今天的重点 也就是如果在VBA里面 我要写逻辑判断的话 它的结构一定是if 然后逻辑就写在中间 前后一定是空白 then 后面加一个end if 就有点像一个闸门好了 有没有 像那个 现在已经解禁了 不然之前来学校的话 会有一个那个什么 体温的感测 如果说你体温是正常 你就可以走 但是如果你体温不正常 很抱歉 你不能进入学校 那这个有点像是一个闸门 如果A不等于0的话 那我再去做资料 这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如果E3里面 假如说以这个A2这个储存格来看 里面没有前瓜糊 也没有后瓜糊的话 那A里面会放什么 特别是A里面会放0 0的话意思是找不到 我找不到任何前瓜糊 或者后瓜糊的话 所以A如果等于0的话 所以这边有个杂门意思说 A不等于 特别是不等于是这样写 不等于 如果A不等于0这个条件 是为True的话 那我才做下面这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把那个什么呢 我要切割的资料 切割用MID 跟那个之前一样 MID 然后把A栏里面的资料 意思就是说 如果今天跑A2的话 那它因为等于2 所以它就跳过了 跳过的意思是什么事都不做 所以这边里面是空的 然后它NAS就换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 I就变成3了 2 然后再来3 3就第三列 第三列的话 早早看A A变成3 B就变成9 然后我们一样 A是不是不等于0 对 因为A等于3 所以它就进到里面 那帮我怎么样 用MID MID是切割 切割什么呢 帮我从第几个字呢 从第四个字 为什么 因为3加上1 从第四个字 然后你要几个字呢 后面这个位置 第九 9减掉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 是牵挂的位置 是3 但问题 其实我是从第四个字 才开始取 所以会少 等于是说 里面会多一个字 因为你9减3 应该是9减4才对 所以这地方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它 再怎么样 再减掉1 或者这边其实 这个地方同学 蛮常问到 或者其实你可以 应该可以理解 应该是 B要减掉多少 应该减掉4吧 所以其实 另外一种写法 应该什么 A B应该是减掉 A加1才对 这样的叙述 那结果又不一样 一样嘛 对 可是这样写 应该比较符合逻辑 B就是它后刮头的位置 A是前刮头的位置 可是我们 D这个字是在第四个字 所以跟前刮头差1 所以你就是什么 A加上1 然后用9去减掉4 答案应该是一样的 不然同学常问到说 老师 这地方为什么 A后面要减1 OK 其实应该是这意思 最后做完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执行了 所以把它清除 执行 当然我可以按F8 如果以后 你不像说 一下按下去 直接就完成的话 你可以按 增错里面有个组航 VPA这个组航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什么叫组航 F8 你按F8 它会怎么样 一行一行跑 意思就是说 它不会一下 就完成了 那你这样的话 可以顺便观察 什么 这个里面的变数 只要这个黄色的 这个法式执行过的话 那里面的变数 就会产生变化 那你可以用滑鼠优标 去看一下 你看 A等于2 为什么 因为赵大棚里面没有 OK 那B应该也是 等于0 等于0 OK 那它是不是 这个地方 如果A是不是不等于0 因为它等于0 所以这个地方就false 对的话有点像开关的开 false有点像开关的关 对不对 对你可以进去 闸门是打开的 那如果你是等于0 那抱歉 你不能进去 OK 不能进去会怎么办呢 按RV8 跳过去 OK 所以你看到 如果NAS就 如果NAS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I里面的值 变了 变三了 OK 如果你想要 因为有些人 学程式 就觉得好像不太踏实 为什么 因为好像很多地方 都是问题 其实如果 你想要每个地方 都完全了解的话 那我建议你刚才按F8 完全彻底了解 特别注意 那个程式 真的是要每个地方 都要真的懂 你不要说 只是好像 有些是略懂 不行 你真的要完全 为什么 因为程式 如果要能够正确被执行 一定要是100分的状态 也就是只要有一个错误 就是要一个bug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细节 请各位慢慢 不然再去体会一下 不过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逻辑 怎么样 其实应该还不够 其实像这边 A不等于0 其实或者是 甚至可以在后面 再加一个逻辑 或者是 或的话就偶尔 或者B也不等于0 对不对 A或B不等于0 其实就等于 当然你不加钱没关系 关号是成对 所以只要A就好 可是有的时候 万一 有的人有钱关号 没关 那这就是万一 所以有的时候 你说这个要不要加 其实不加 当然也OK 可是加了可能会更保险 有些东西 就是保险问题 有的时候 你一个防护 如果再一个防护 不然事情悲剧 就不会发生了 有没有 有时候可能 刚好什么你 好像很多地方 像我的习惯 我一定要多一层防护 不然万一的话 对不对 OK 像这个地方就多了 如果你不加 当然你目前来看 是OK 这边的话 请各位 就先把上个礼拜的东西 复习一下 其实最重要是 我们这样 就是加了这个东西 逻辑 OK 那也就是说呢 以后有很多地方 只要你要做判断 你就必须写逻辑 有没有 那通常会放哪里呢 放一个回圈里面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帮我每一个每一个判断 判断完之后 做后续的事情 那你会发现到 其实工作里面 很多都是这样 有没有 一个范围 那以前我们是用眼睛看的 但是现在呢 就是透过VBA的回圈 就是帮我定义出范围 然后里面就加逻辑判断叙述 然后就帮我 一个一个帮我完成 OK 所以请各位 试着把那个上个礼拜的这部分 稍微再把它熟悉 除了它会之外 还要再熟 最后的话呢 我们好像还有再讲一个 有关那个 就是制定函数部分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